從在一個屋簷下 我有一個禮拜沒有見到她過 如果你常常看到在我們家附近街頭 有一個媽媽在落淚 那就是我 先介紹一下第11歌好不好 叫做 Where Should I Go? 4月底寫的 然後大概花一個月 那時候因為我剛做了 就是我一個新的studio 我就邀請 邀請我的朋友一起跟我做我第一首歌 Where Should I Go? 就是我該去哪裡 一個Lover 她內心的糾結 這其實是一種long distance的 就是遠距離戀愛的一首歌曲 Yo 這個複製精進體的Girl 來頭可不小喲 是就是楊帆和老婆Julie 21歲的daughter Angelina 那Julie姐在女兒創作這個幾天 是不是都不敢吵 對 大概有個半年的時間 我只要一開門 她的那個臉色 我就大概知道 我不能跟她講話 她的路在講 就是她就動不了 然後我就會 我發誓 我沒有說話 那她如果是在忙 她會回應我說 怎麼了嗎 你知道嗎 就 然後我反而會指責我自己說 哎呀 怎麼又會在重要的時間跟她講話 有一天 我覺得說我非常委屈的原因是因為我去敲她的門的時候 她跟我說我現在可以進來啦 沒關係 你知道我那天整個就是眼慌半紅 她就跟我講說我今天有三個小時 這三個小時我不做任何別的事情 我只陪你 我會覺得是感動的 可是就是作為一個媽媽怎麼標準怎麼拉這麼低了 好像說我愛我的狗 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無條件的愛我 然後他們現在只要一有什麼你去弄你的兩隻狗 哈哈哈哈 你以為是有什麼事都會跟你分享的人嗎 好事不會 因為我知道我媽的個性就是 會很安心 Oh my god 會很幸 看到他們現在這個模式 無論他們現在的成功的定義是在哪裡 我在看我是開心的 當我在誇獎她的時候 每次她都跟我講說 因為你誇獎太多了 你會失去真正的價值 因為你說你好漂亮你好漂亮 不知道有誰到底會覺得自己的女人是醜的 那你跟爸爸都會聊說什麼 我跟她 你要音樂嗎 音樂有點聊不上 她超多意見 就是 就是英文是說就是life lesson 所以感情上都很長嗎 對 對不對 最近感情是OK的吧 有點悲傷 欸 你太醜了嗎 不是不是 我現在超級待生 我很開心 我有時候會擔心 我就會說 你都沒有交男朋友這樣好嗎 21歲 這你應該要交個10個男朋友之類的吧 也太誇張了吧 這也太誇張了吧 我會覺得說 在結婚以前 起碼要經歷10個男朋友 可是你也不一定要結婚 喔對 她就跟我講說 我她也不一定會 我以前看到說 什麼時候會有穩定男朋友 我們都沒有交男朋友 我會把他拍照 好嗎 這件事 最件事 超高的 超高的 感谢观看